大家好,我叫武丹丹,今天要报告的是圣女的问题 那首先,什么是圣女呢?圣女是指女人过了27岁以后还没有结婚的,就叫圣女 就可以解释成剩下的女人没有人娶的 这些圣女通常有很高的收入,很高的学历,还有初中的长相 就是他们长得也比较好看,但是他们就结不了婚,找不到男朋友 那为什么有圣女的问题呢?因为女人现在的地位比以前高了 收入也高了,也可以去上学 之后他们都想要一个完美的男人 完美男人就是指要高富帅还有体贴的男人 他们如果这些男人达不到他们严格的标准,就不要嫁给他们 也不要交男朋友了 那在社会里,圣女也有圣男,如果女人找不到男朋友 或者男人嫁的话,那男人也找不到女朋友 可是圣女跟圣男的情况不一样 圣男的话要过了34岁以上才是叫圣男 可是女生到了27岁不是29,27岁以后他们就叫圣女了 还有就像这句话说的,男人像酒越放越纯,女人像菜越放越烂 就是说男人像比较红酒一样,年代越久,年份越高 就是越好的,可是女人像菜一样,放久了,辣了之后就不好,不新鲜了 那中国人有很传统的观念,爸爸妈妈还有家里的人 都认为女人一定得在适当的年龄就结婚,生儿育女 比方说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家里的亲戚 通常都会说,你结了婚了吗?有没有男朋友啊? 那你什么时候结婚?人家老王女儿已经结婚了,那你还没有? 都会经常问这些,家里的人也会逼婚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百相效为先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儿女一定要遵从父母的意愿和命令 那有时候女儿为了让爸爸妈妈放心和开心 他们通常都会逼得去相亲 就是跟一个男孩子见面,看大家对不对,合不合适 那还有的是,相亲已经不是吃人的问题 而是社会大众化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的电视里面,都有很多相亲的节目 比方说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 还有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 可是女儿们并不想为父母而结婚 她们宁可孤独中老爷 也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过痛苦的人生 可是在我看来,圣女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以前的女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 什么自由都没有 可是现在的女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 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 还有她们有选择的权利 可以选择她们的人生怎么过 怎么过,还有跟谁一起过 她们也有婚姻自由 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去结婚 而不是一定要听父母的 总的来说 缘分该来就来 勉强也不幸福 谢谢